你的工作很忙,经常没时间去健身房运动,所以导致身材不断发肤走样吗?其实锻炼身体不一定要外出。如果真的没办法去健身房的话,再加做以下这15个简单又方便的练习。同样也可以为你的身材带来很好的变化哦。 肩膀和手臂锻炼。方法一,身体挺直。双腿合起,眼望前方,手掌向下握紧哑铃后抬起至肩膀的高度。配合呼吸,然后把手放下时再吸气。方法二,同样挺直身体望向前方。伸直双手,把哑铃往自己的方向举。 在举起时也要配合呼吸和动作。胸部肌肉锻炼。方式一,平躺在地上后,举起膝盖。一只手掌面向上,另一只则是向下。 但要注意的是,哑铃不可以碰到地上,要用手臂的力量去撑着。然后维持均匀的呼吸节奏。方式二,躺平后,举起膝盖。 一只手做哑铃推举。把哑铃垂直地向上推,另一只手折由外向内高举。完成一轮后再双手交换动作。 切记要在抬手时呼气。后背锻炼。方法一,准备一张椅子。然后把一只脚的膝盖抬放到椅子上。 一只手同时撑在椅侧。身体和地面形成平行线。眼睛则是盯着地面看。 手臂紧靠在胸侧后。借助胸部的肌肉力量去牵动手臂。在抬起哑铃时呼气。放下哑铃时则是吸气。完成一套动作后再换另一侧重复。 方式二,摆出公布的姿势。用手肘或是手掌撑在膝盖处。背脊必须挺直,不可以驼背。然后再配合动作和呼吸抬起哑铃。 方式三,双膝跪在地上后用一只手撑着地面。另一只手则向外侧举起哑铃。做出类似摇摆的动作。 腹部锻炼。方式一,平躺在地上后举起膝盖。把双手放在头后用力抬起。肩胛骨稍微离开地面。 此时下巴不可以碰到胸部。并且配合呼气。方法二,平躺在地上后伸直双腿。手掌朝地放在臀部下方。 然后抬起双腿。需要注意的是,在这过程中,双腿不可以碰地。并且在抬腿时必须配合呼气。 方法三,平躺在地上后举起膝盖。打开双腿。双手摆放在身体前方。做出仰卧起坐的动作。并且在平起身体时保持呼气。下巴不可以碰触到胸部位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双腿。